中国奥运代表团羽毛球队因为队员被取消比赛资格在国家电视台道歉 此前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的双打比赛出现有关故意输球的争议 有关详情 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那现在既然最终决定了 我确实觉得从我有必要说要向球迷啊 包括向全国的观众啊 应该说要说对不起 要抱歉 因为确实是没有能够真正地把一个中国羽毛球队优秀的这么一个团队的自动拼搏精神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 在这次羽毛球比赛上 有四对选手涉嫌故意输球 以保证在下一阶段的比赛上进入有力的位置 中国运动员于阳和王小李是其中一队 我们首先通过昨天的比赛要先向所有的球迷朋友们道歉吧 因为确实我们没有做到一个奥林匹克一个体育精神 星期三晚间 经认证的于阳腾讯微博显示 他现在打算告别这项运动 他在微博上说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比赛了 再见国际雨联 再见我挚爱的羽毛球 来自韩国的两队和印度尼西亚的一队也被取消比赛资格 但被允许继续留在奥运会上 这笔应要减呈阳性而被驱逐出赛不轻一击 另一名比赛搭档王小李说 他会继续打球并改变他的方式 我会通过后面的比赛 然后一系列比赛 我会每场球的全力以赴去打 然后去拼 然后给所有的球迷朋友展现一个我们新的面貌 中国羽毛球球迷说 他们希望这两名被取消资格的选手 能继续打球 称中国奥委会不丰富有责任 这次事件可能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取消运动员资格 美国之音由于卫视报道